哪一個路段是最美的 我覺得應該是第五大道那一段吧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was the Manhattan This is the Fifth Avenue 那一段的觀眾最熱情 那風景也最優美 我覺得第一個大腳斷很美 起步的那個跨海大橋 因為那個地方你在跑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遠方一萬無稽的大海 還有很多船 因為你在台灣不可能看到這麼大的橋 還有這麼大的那個景色這樣子 最難跑就是第三個橋 因為跑到後面其實就已經感覺 就是已經要抽筋抽筋了這樣 第三座那個就是大橋那邊 那個上坡真的跑不完 This is my second New York City Marathon So the first is the Queensboro Bridge Yeah, it's really tough 最難跑的地方就是最後一段 中央公園那一段 因為一萬無稽的爬坡 你永遠都覺得爬不完的感覺 大概是30公里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台灣 台灣有一個製度的加油團 在國外就是可以看到有台灣的國旗 然後就是幫台灣跑的加油 全程只有那一站停下來 停下來跟他們 享受他們的加油 只要我看到台灣國旗的地方 心裡面當然就是 就是絕對不能停下來 還有再加速的感覺 然後跟他們打招呼這樣子 我講錯了事情 趕快回飯店休息 回去泡這水招 好累喔 喝什麼 現在可能要趕快回去灌洗一下 因為我今天晚上飛機都要飛回台灣了 因為我那時候拿著國旗衝衝點 所以我最想做的是趕快 拿我的包包拿我的衣服 這是非常的冷的 最想做的事情 繼續好好訓練 準備柏林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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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自己說就是一句話 就是趕快完成世界六大馬 正在自己的落項 好好的再加強一下 我未來剩柏林跟東京嘛 也能夠再創造更好的成績這樣子 加油 很開心 下次再努力 對,因為這是我的個人的最好 所以我決定 對 對 我是好 我是最好的 哈哈 by bwd6